大家好,下面我介绍第五讲,海洋地理与海洋科学 下面我想介绍第一部分内容,认识海洋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海洋的海底的地形地貌 如果大家经常去各地旅游,就会很熟悉我们的明川大山、平原、峡谷等各种地貌景观 它们错落有致,沟壑从立,美步顺收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被海水覆盖的广袤海洋时 我们不禁会问,海底之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海底并不是平坦的一片 陆地上发育的各种地貌景观,在海底都能够显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完成的全球海底地形调查 为我们揭示了海底的情貌轮廓 它总体由大陆边缘、深海洋棚和大洋中继三部分组成 每一部分还进一步可以细分出不同的地貌单元 我们假定垂直于海岸带向深海方向前进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大陆边缘 有时候我们也称之为海岸海洋 以便于后面我们的深海大洋 它是大陆向海底的延伸 陆地和海洋之间的过渡带 由海岸带、大陆架、大陆坡和大陆龙等组成 其中海岸带是我们支援和环境最为优越的地区 也是受到人类活动影响最为强烈的地区 这里聚集了全球约50%的人口和70%的都市 生态环境脆弱 灾害众多 紧接着是大陆架 大陆架的坡度比较平缓 一般平均坡度为0.1度 水深的比较浅 在100米到200米之间 横向延伸约百余公里 上面有丰富的油气 天然气水合物和矿沙等资源 大陆架下面进一步走下去的 就是边缘的坡度变大 平均坡度为4度 那水深也相应的增加 一般在1000米和2000米左右 这时候我们进入了第二个地贸单元 大陆坡 这里发育海底峡谷 大陆坡的底部 我们也称为大陆笼或者大陆址 一般经河流搬运和海水作用的 路源沉积物在这里完全堆积下来 发育深海上的沉积 过来大陆边缘以后 就进入了深海大洋 深海大洋海底 发育一片平缓的深海平原 上面也耸立着规模不等的海山 和海底高原等地貌 这个景观在西太平洋地区是尤其发育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条蜿蜒起伏 相互连接并高速周边海底 2000米到3000米左右的山脉带 它们就是著名的大洋中绩 长度约8万公里 可以到整个地球两周 洋中绩的火山活动非常频繁 沿江喷发也很强烈 这边形成了新的海底和岛屿 此外在合适的水深和温度范围之内 珊瑚为着这些火山喷发形成的岛屿 生长成礁 亦次形成岸礁 宝礁和环礁等类性 比如说我们知道全球最著名的景点 澳大利亚的大宝礁和冰岛的蓝湖 都属于这种岛礁系统 与大西洋不同的是 太平洋两侧的大陆边缘 还发有一种很深的海沟 类似于陆地上的峡谷 它们是大洋岩石圈板块 向大陆俯冲消亡的地方 这里的地质作用当然很强烈 所以火山地震活动非常频繁 比较著名的海沟 我们知道包括西太平洋地区的 马里阿拉海沟 它是目前地区上最深的地区 中美洲地区的波多黎沟海沟 南美的秘鲁智利海沟等 都是著名的海沟 相比于上面完整的 世界大洋海底地貌形态而言 我们中国海区 渤海 黄海 东海和南海的 海底地貌略有差异 其中渤海和黄海 都属于发育在大陆架上面 这种的陆架海 是具有一个非常宽广的大陆架 东海是大陆架以外 还发育大陆坡和海潮 以南海地区发育深海的海盆 和海山岛链等深海地貌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海的 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系 那我们看完海底的地貌以外 我们看看海底有什么生物 既然有一个问题 既然海洋海水如此之深 那海底下有没有生命活动 或者说生物 答案是肯定的 可是人们对这个 深水之下的海底 是否存在生命的论识呢 却经历了较长的历史 最早在海洋科学萌芽的 19世纪的早期 人们认为海水这下 特别是600米以下的 就没有生命活动 海底是黑暗寂静的一片 直到1872年 汤森教授领导了全球航海调查的时候 他们通过采集海底的沉寂物 样品 去数多物种 证实了海底和陆地上一样 存在生命和生物活动 那海底生物的研究是最重要的发现 来自1977年 美国科学家搭载阿尔文号的 载能生浅器 进行深海调查 他们在太平洋 洋中级附近的 Galapala时的 热叶喷口发现了大量的 生物的种鼠 比如说有一种图片上显示的 长达三米的管装的乳虫 还有藤壶 贝类 螺类 和虾 而这些生物都聚在 这个海底的热叶喷口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黑燕葱的附近 这一发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随后热叶喷口的生物群落了 成为海洋生物学的研究的热点 特别是 随着国际大洋专探计划 也是我们熟悉的IODP的 实施了科学家通过大洋的砖孔 和取心 分析海底成绩物中的 和岩石的样品 发现了海底之下 还存在一个很特殊的生物群落 这种极端条件下的生命活动 引起了科学家的极大的兴趣 和广泛的关注 比如说大洋专探计划第842航池 在海底的海水以下290米的深度 以及玄武岩顶面以下的54米处 采集了一段玄武岩的样品 然后通过实验室的分析 发现这个玻璃子里面很细的黑线 还有这个粘土中和玻璃粘土交界处的 暗色区域 都是微生物中以下形成的氧化体 随后多次大洋转探都证实了 这一极端条件下的生命现象 比如说有的细菌可以在 温度高达100度的环境下存活 特别是最新的研究表明 在海底2500米以前的范围内 都存在微生物的活动 海底深部生物的总数和数量 都超出了人们以前的认识 标志了一个新的生物时代的来临 这类生物的生命活动 完全不同于陆地上的生物 比如说陆地上烤光合作用 海底的生物主要通过适取 热叶流化物和地热能 获得能量 其新陈代谢的速度非常之慢 有的休眠的时间可以为数十年 至数百万年 我们把它称为黑暗生物群落 对这类生物 深部生物的研究 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它一方面可以揭示 早期生命的演化 另外它们可以提供一个 巨大的生物基因资源库 可以为我们探索 现代生命活动 提供一些材料和证据 那除了这些海底的生命活动以外 海底还存在丰富的矿产资源 这也是人们为什么 特别关注海洋的一个原因 我们知道海洋 不仅作为一个丰富的资源仓储 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 各种资源和人员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雨夜 风能 潮汐能等 还能够为全球提供大量的油气 多金属矿床和水和物等矿产资源 那我们知道 目前世界上的能源消耗了 依旧以化石能源为主 这对油气资源需求提出了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那除了传统的陆地油气勘探以外 大概是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了 我们进入深水油气勘探 目前已经能够在2000多米的深水中 进行油气开展作业 世界上深水油气资源就有丰富的地区 包括美国的墨西哥湾 欧洲的北海海域 非洲大西洋量 大陆边缘和我国的南海海域 我们国家拥有26个海域沉积盆地 其面积非常之大 达到160万平方公里 其中近海盆地大概有10个 面积约为90万平方公里 那目前的油气勘探 它们主要集中在这7个盆地 南海蕴含丰富的油气资源 其北部陆架区 比如说珠江口盆地 琼东南盆地和英格海盆地 是目前我国海洋天然气的主要的产区 而黄海盆地目前尚没有商业油气的发现 除了油气资源以外 海底还存在一种重要的多金属矿床 它们是我们知道的铁蒙结核和铁蒙结鞘 这类矿物富含丰富的铁铜 铁 骨 稀土等重要的金属矿产 可是它们的形成机制和分布的特征也不尽相同 比如说天蒙结鞘 它是由沉沿和水沉作用而形成的 其沉浸速率非常缓慢 一般建于水深4000米到6000米深的深海平原区 比如说红莲土的沉浸区比较常见 而天蒙结鞘 它这是海水里面直接溶解沉淀而成的 沉浸速率也很低 一般聚集在水深在800米到3000米左右的海山的顶部 或者一个斜坡的机缘区 一般来讲1000米和2000米水深处的品位高 而分布在赤道附近的低纬度地区 比如其中太平洋海山区的非常富极 那我们国家通过13个航尺历史12年 完成了太平洋等多金属结合区的勘探 并签订了15万平方公里的矿区 除了多金属矿产以外 还有一种新的能源 我们就叫它天然气水和物 它也备受关注是一种清洁能源 它是在高压低温条件下 甲烷等天然气分子被水分子构成了一个笼状的结构 所圈壁而成的一个结晶体 类似于我们的冰块 所以我们也叫它可兰冰 1立方米的水和物 可以转化164立方米的甲烷气体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能源潜力非常大 全球海底中的甲烷的总量 约为地球大气中的3000倍 所以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0倍 假如它泄露的话 不仅会造成海底沉寂物的力学性质改变 优伐海底滑坡 还更能加剧全球的变化 我们知道全球95%以上的水和物 都储存在大陆边缘的水深在500米 1000米左右的海底沉寂物中 国际上比如美国 加拿大和日本等国 目前在天然气水和物的摊探 开发上面处于领先的地位 而日本已经开始了商业开采水和物 我国南海北部海域 被认为是水和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区块 特别是2007年和2013年 连续两次在南海北部海域取得了水和物的实际样品 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取得水和物实物样品的国家 海洋当然不仅是资源的仓库 同时还是风雨的故乡和各种海洋资源的孕育场所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地震 火山 海啸 风暴潮和赤潮 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海洋灾害 特别是我国东部的沿海地区 它既是经济发达和人口众多的地区 也是容易遭受海洋灾害的地区 我们说这个防灾减债的形势非常严峻 我们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里头比如说地震 地震使地球内部的硬力 因活动断裂突然释放的一种智能现象 它具有非常强烈的破坏性 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近年来发生了 比如说512汶川大地震 玉树地震等在内了不少的强症 造成了大量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相比于陆域的 中国海洋的地震活动相对来说比较稀少 但其中它的活动也具有很显著的时空特征 比如我们图片展示的渤海海域的地震活动 它的活动相对来说比较多 1969年曾经发生过一次七点世纪的地震 那这些地震发生在什么部位呢 我们可以看图片能展示出来 它发生在多条断层的交汇处 然后在时间尺度上面 似乎只有300年和400年的活动周期 当然了 这个资料还需要进一步新的来佐证 我们影响很深刻的是 2011年3月11号 日本东北部的仙台海域 发生了已是九级地震 随后引发了海啸灾害 这是近年来最大的海洋地震 即海啸灾害 那地震使得 布设在日本海底的基准观测点 向东移动了10米和20米的位移 然后这个地震也是百年历史地震排名第四的一个强的地震 地震活动非常强烈 然后科学家在预测地震和防震减在方面 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日本是世界上地震频发的国家 然后日本科学家在南海海底 南开TRAF的活动锻炼上面 布设了很多海底的撞恐 用来干什么呢 主要坚持海底深布了地震的硬力 硬变的变化 然后可以监控可能发生的地震的活动 我们希望将来可以像天气预报一样 预报海洋地震的灾害 相对地震而言 海啸是另外一种非常严重的海洋地震灾害 它主要表现为一个巨大的海浪的袭击 然后历史上海啸频发的地区 包括太平洋两岸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日本 菲律宾和智利 多数是海底发生地震 火山喷发和滑坡等地质活动 引起了海水的运动 其难告都在6米以上 那近期的海洋灾害是 2011年3月11号 日本东北部仙台地震引起了大海啸 那海啸使得日本福岛核电站受到损失 并显了核物质的泄漏 至今仍存在影响 相对地震而言 海啸灾害可以较好的规避 特别是发生在大洋彼岸的所谓远洋海啸 那我们可以通过接受诱发海啸的地震波的信息 然后可以研盘并提前发布海啸的预警 进而可以做到监测海啸波 行径是引起的海边面的实时的变化 然后估算海啸波到达沿岸不同区域的可能的时间 进而做到防灾减灾 比如说我们的模拟分析表明 2011年的日本仙台海啸 它到达南美地区的时间约为19个小时 这样子就为南美地区规避海啸灾害了 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据了解2015年我国因各类海洋灾害 引起的经济损失约为72.24亿元 由此可以见科学合理的减轻海洋灾害 损失是今后工作的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